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预期不交款 第三 收入不够稳定 第四 开销比较多 我们建议在申请房贷前要先还清其他的一些贷款 并在短期之内不再增加新的贷款 新的信用卡 贷款添置的家电 在贷款之前更不能去贷款买车 第五 新工作 经常换工作可能使申请贷款庇剧 如果客户已经有以上的那些问题了 那我们可以帮客人去找一些特殊的贷款 但那种的贷款 他们的首付 利率 还有手续费 都会比一般贷款的要高 那么 如何提高房贷的批准率呢 第一 建立良好的信用分数 贷款银行确定购房者的信用 主要途径就是审查信用分数 那第二 考虑多付一些首付吧 购物者投入20%或以上的首付 获得贷款的可能将会大大的提高 还可以免于私援房贷的保险 除了努力获得房贷的批准 还有一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 留意各种手续费 除了首付额以外 购物者还要预留办理购户手续的费用 第二 等候合适的机会 房价上涨 利息提高 都会使购房者产生紧迫感 如果购房条件不足 贷款拿不到合适的利率 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充满决定买房 第三 比较各家银行 房贷的部分条件是可以商谈的 购房者应向银行询问 所需贷款的条件与利率 以及自己能拿多少的首付出来 购房者还应询问 不同比例的首付的房贷 分别需要多少所需费等等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一些建议 不要忘记帮忙点赞订阅 把我的视频广传出去 谢谢大家 我是阿俊 我是大家在湾区买卖房子 最好的partner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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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